就是贺锦丽公布她的副手是Waltz 这个明宁苏达州的州长 那公布之后呢 川普团队立刻就有话说了 我们来看这个新闻 我们先来看贺锦丽 短短两个礼拜之内 她民调逆转 Morning Consult 全美民调 她现在领先川普四个百分点 更重要的是美国六大摇摆州 贺锦丽跟川普 几乎已经缩小到误杀范围之内了 有人把这个现象 说贺锦丽可以在两个礼拜之内翻盘 真的蛮厉害的 虽然这一路上被爆料 他当了小三老公 前段婚姻偷吃等等 八卦绯闻看起来 对于民调没有什么杀伤力 导师接下来看Waltz 他的副手 来自于明宁苏达这一位 他被公布之后呢 同党的就有人跳出来了 说当年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 他是国民兵的一个 算是领军的一个人物 在正式要去前线之前 他就办理退役 所以现在被同胞批 他是一个叛徒 相对于川普选的那个Vance 美国海军陆战队的英雄形象 比较起来 到时候一定是选战的话题 不过他出来之后呢 川普团队反而觉得松一口气 因为贺锦丽选择的 并不是宾州的州长 这宾州是非常指标性的摇摆州 那宾州的州长呢 夏平诺是比较有影响力了 但是贺锦丽并没有选择他 而是选择了Waltz 那大使怎么看 这个副手的出现 跟贺锦丽现象 我觉得其实表面上看起来好像 好像贺锦丽有很多选择 其实我觉得可能在真正的台面下 想愿意当他副手的人是不多的 不是他挑人 其实愿意出来被挑的也没几个 不多的 对 所以Waltz本来也不再看好的嘛 本来是宾州州长嘛 本来最早什么纽森加州州长 后来这个Michigan州长 对不对 还有那个Arizona的是不是 那个太空人 Senator Kelly 这些我觉得最后变成Waltz 其实很多人是把Waltz当初 排在比较后面的 也就是前面排了六七个 民主党还向撑头最后排到Waltz 对 第一个他的州本来就不是摇牌州 Minnesota就是一个很蓝的州 而且你看川普很容易就把他归类为是什么 激进自由派嘛 因为这个Minnesota基本上是所谓的 Scandinavian State 就是说他是比较北欧人的 他那个州我以前常去啊 他是非常北欧位的 你在芝加哥的时候 对 那是我服务的辖区啊 我那时候服务两个州一个 我们六七个州嘛 我负责Minnesota跟Iowa 我常去啊 他的政治风气社会本来就比较Liberal 走这个欧洲的 走北欧的 整个这个欧洲里面 最Liberal的就是Scandinavian 对 他们认为他们是 人类最优秀的一群 他们所有的社会的实验 他们都重新开始 他们是一个伟大的解放者 对不对 这是他们的这种 自己的这种 这个州在美国 你看中西部 他还是属于这个民主党 你就知道了 所以你很容易就在美国人的刻板印象 这个川普马上就有个 就是自由派 激进自由派 激进自由派 对 要把全美国搞成跟加州一样 所以政治立场上 他并没有办法把他拉回来 因为现在这个 贺锦丽也被贴上标签 也是激进自由派 有一个比较自由派的州的州长 出来两个加起来 没有互补嘛 对 只有既有印象被加强嘛 对不对 所以加分不大 而且也是贺锦丽不得不的选择 因为没有太多人可以选 我认为他根本很多人他都不能选 你说那个宾州的州长Schwarz 结果他说他20岁的时候 写了一篇文章 对不对 就禁止人家去反犹太嘛 对不对 所以犹太采取一种 非常非常这种强制性的态度 我又觉得这只是一些因素啦 不过就民主党人来讲的话 这真的说得很现实啦 你现在如果让川普当 对不对 他只能当4年 4年以后共和党一定没有这个 incumbent 就是说没有现任者出来选这个总统 他也是吸引人 不管你将来是Fence还是谁 基本上都是重新洗牌 对民主党现在这些谈兵人物来讲的话 你如果支持贺锦丽的话 你做他副总统的话 他如果选上的话 通常美国总统可以干8年 所以干得很烂的 出大事才会干4年就下来了 他等8年以后 他再选总统 他已经就过了那个时间了 所以对民主党里面不要有10亿人 他愿意等 4年以后对他是一个更好的Chance 他就直接挑战总统 他也不要做副总统 对不对 因为如果说是民主党败的话 对不对 这让川普继续上 这个局面对民主党这些 现在的这些有竞争力的人 是最好的 就我再等4年我就出来 真正民主党精英这回 也不会跳出来淌这个浑水 但是你怎么看贺锦丽的民调现象 我觉得灌水很严重 灌水很严重 我觉得造成运动 对 因为他们这些自由派的媒体 基本上要赶快把贺锦丽 得到民主党的提名 先不要出差错 这个事情刚摆定而已 他们内部的民主党的这些 全国代表大会的党代表 才经过一个线上记名投票 才确定他可以当选 那就是说人家说 这个已经是有合法性了 不论如何这个整个的过程 它先内部等于 这个我觉得这基本上 应该算是一个初选 你不能够 你现在你的线上 你也不是那么transparent 你也不是这样子摆在台面上做 我们都是看媒体啊 媒体说已经得到90%以上 这个民主党 这个全国代表会党代表的支持 好 这个过程中我们都是从媒体看的 对不对 而且从线上投票 他最后最终还是要等到 这个8月的这个民主党的 在全国代表 今年现在在西卡古是吧 在全国代表的代表 他还要正式给他盖一个章下去吗 那个章就会有一个过程 让他这个代表民主党 这个整个这个初学选择 他的合法性获得完整 所以他们现在当务自己在这里 所以说这个造势过程造得很大 我是这样看这个问题 我对于贺锦丽 还有现在这个 这个Waltz 这两个人都算新面孔 新面孔很恐怖 为什么你知道 新面孔他的故事很值得挖 我告诉你随时都挖一些很惊恐的东西 都会挖出来 所以你看Waltz才刚刚宣布被当副手 就已经有同胞说叛徒逃兵 对 我跟你讲 现在美国选举不需要什么 什么伟大的政见 你就是负面竞选到底 去挖他的窗疤 把他祖宗八代的窗疤通通挖出来 他就输了 这20年来都如此 你现在你这个贺锦丽跟Waltz 两张新面孔出来 你不是冒险很大吗 谁知道贺锦丽做过什么事 对不对 现在拿出来有些都慢慢不堪入目的 你这个Waltz呢 对不对 所以大神的解读 选Waltz出来 贺锦丽不得不的选择 真正的民主党基因这回也就不会出来 选了他之后 两个人搭档并没有加成的效果 主要是两位都是被归类为偏左的稍微激进 一个是更激进 就这样的差别而已 最近民调现象反应很多是灌水 我给大家做一个指标看一下 因为就是你看到很多民调 因为有的领先1% 2% 3% 4% 这数字都有 你看很多都是线上民调 线上民调在于做一个民调普查上面 在早期的学者来讲 线上民调不叫做民调 因为他本来在样本上面就会有一些误差 对媒体操作来讲 要把贺锦丽的声势拉起来 这电视台才会有收视率 而且美国主流本来对于川普就不是那么的友善 你看这个过往的经验 没有被川普骂的媒体好像只有福斯吧 下面记者会下面坐的人 他说你是哪一个台的 是因为Fake News Next Fake News 大家也都知道看永康新世界 我从三年前就说川普会重来 而且声势会看好 我到现在还是看好他 最主要是 我还是从经济上面来看 你看到了11月 很多人投票 最后的决定就是前两个礼拜 他自身感受 投票前半个月一个月 他日子过得好不好 就会决定他那票投给谁 我不会决定他 没有 现在